吻祷 额比比 嗯? 你在哪里? 我在波陈诗 哇... 这样爽呢 这么多你待这边 因为我要带囪 。 。 。 不不不 我其实是来这里找 有我带囪的感觉 。 OK 欢迎大家来到 NASI'S HIVISCUS 带你们去 网贸这边看看 老铁们都知道 我实际是一个导物 所以我之前都是带中国客人啊 他们送马仕啊 去到群马里 有时候一个景点就是波迪森的啦 后天是你生日 所以在Instagram上面有很多人 想要你回答一些Q&A 哦 是哦 欢迎我的频道就来30k啦 是啦 Q&A 等下回答 回答你们的频道 分享一下 Let's go 喂 就学了 嗨 我约你呗 没有啊 如果 这样巧啊 我们俩一起吃了 一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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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给你吃了 XXX 就又来一趟 很多哦 他的东西超出费 Adran Adran 你的粉丝问你 你有打算买一架便宜的车来翻新 然后下赛道吗 有啊 有啊 是有的 但是我不是很想买太便宜的那种车 好 当然是有啦 看计划 如果有计划之后啊 我在看找什么车啦 谢谢 觉得自己下一台是什么车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每一年都会在Benz 以前我的下一台车可能是BMW 可能是Benz 但是现在接触了这么多车之后啊 梦想啊 梦想啊 Civic F2 啊 等等啊 这是我梦想 再有钱的话就是FK83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超喜欢收牙车 可爱的俊能问你 CVT cooler 重要吗 你还要讲呗 你都是装好的嘛 你都知道装了之后的好处 CVT冷了之后会干什么 有力的嘛 就是 但是像我们有一个 XX 石头不要装 XXX XX XX 祝你早日突破100K 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后面炒了一点点筋 嗯? 炒了一点东西 然后再次没有这里面 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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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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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驾了那么多车 有什么车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吗? 其实每一个车都有它最印象深刻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讲 我最喜欢的车啦 最有印象的车啦 刚刚试驾到Porsche 911 为什么咧? 我现在玩GT7 RS呢 在我手上拿着的时候很压力 因为什么 那个车的掉价 新车是1.75M 压力啊 但是又很好价啊 有钱哦 定要买一个Football机 在手上 它其实还舒服 驾过Ferrari 尽管多人这样子讲的 所以我试了之后 大家知道 这个车真的是可以 上次看了Kia Rio的影片 我非常喜欢 如果要和Piccanto比的话 哪一个推荐一点? 本人想出一辆二手车 Kia Piccanto或者有Rio啊? Yes Rio咯 因为Rio的话会比较大量点 定位会比较高一点的 尽量能够拿2017 A6 我知道换了680的啦 整个样子看的很高级啊 很美啊 怎么Piccanto不高级咩? 不是Piccanto不高级 是它的定位啊 大大为什么比较大呢? 人人都喜欢大 Cy对不对?Cy 大的喜欢吗? 大的好 大的好 两个人拿一张 不好意思 还画素在这边 来啦 现在回房间咯 插电而已 不用点火 很久不久见啦 水上屋 哈喽 那边呢是那个楼层啦 就是以前我跟司机很喜欢住的 游客呢都是住在水上的 我本身是比较懒多住啊 要走路的很远啊 出路都要做巴基 OK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欢迎来我 ROM TOUR 然后进到来要打开什么呢? 看到我 那要看光吗? 灯啊 这边拿灯 哇 看到吗 这个厕所外面就是玻璃了 几只大象走过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 我们就有自己的私人游泳池啦 一望无际的马六甲海峡 外面有很多货船 这个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马来西亚最引以为傲的马六甲海峡啦 虽然这个海水不怎么好看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海峡嘛 肯定是不怎么好看到哪里去的啦 这个是让我泡水的地方 这个你要游泳都比较难 还有手纳 这里就是浴室的外面啦 这是洗澡的 这个是 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 两张大床 西外 我跟你那张 女朋友那张 嘿嘿嘿嘿 OK 我们先收拾一下东西 等一下我们出去走走看看啦 换了衣服 现在出门咯 哎呀 把他就到了 他拿了 Golf R-Line Toyota 86 Mazda 3 Liftback 选一辆 BRO 当然是三个都要啦 想一直在做选择的嘛 不要啦 开玩笑啦 但是这个是很难做选择的东西 三个都不一样等级 如果你讲要有力 我拿Golf R-Line咯 一点是Turbo嘛 可是如果你讲要乐趣 我会选 低重性的GT86 Maple 但是如果又觉得 又好看可以跑一点山路的 Mazda 3 Liftback 最主要是买了自己喜欢的车啦 你的Camry还有什么project 其实我没有打算有什么project啦 这个频道多一点view 多一点页配干爹的话呢 我就买多一辆车来玩啦 Camry 是一个束缚车 能够用就OK啦 适合新手玩Torge的车啦 应该是买Suzuki Swift Sport吧 我觉得 它是要手牙的啦 CVT 的话我不太建议啦 去玩Torge 那个车很老开的那个车 你可以去看看 再赔一点就买Satria New 再赔一点就买Satria 买1.6还是1.8啦 总是Hashback 如果你想要玩Torge的话 你要玩短尾车 不是玩长尾车就对了 你看到吗 其特别 它的那个游泳池都大一点了 看到吗 那游泳池都大一点了 我的游泳池是拿来泡水罢了 Gym Room那些没有开 游泳池也没有开 原本那边沙滩有一条美食街也没有开 一个COVID-19 什么都没有了 可惜啊 我又想到一个地方可以看日落的地方 不知道上得到没有 我先带他们上去看一下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住楼上吗 因为楼上看下来是一朵大红花 所以这个就是 所称的Lessis Hibiscus大红花 度假存 有人问你想不想要拍Personal Elegance POV 想啊 他们想 来吧 请问你还有从事导游行业吗 呃 不是讲没有了 没有得做 我想饿 现在讲什么旅游开放都是我们国内而已嘛 我之前是带中国人来这边旅游的 中国人都不能出国 所以只有再休息多两年啦 我已经本身休息两年了 EOV四驾那么多车 你最喜欢什么车 日本车 欧美车 本地车 只要是车我都喜欢 等四驾Myvi Lugibase 1.3 如果有车主就我肯定是肯四驾的 我什么车都驾的吗 你不是不知道 请问你今天破出了吗 呃 今天还没有 昨天破了 可以吗 请电梯没有按 我都不想 可能会出了 因为电梯不会痛 你们是达文可名 可以呃 可以吗 想看你介绍Range Rover 蛤可以啊可以啊 有吗 有车主有点稀网吗 我也想介绍来没有驾过Range Rover 下一辆会买什么车 刚刚有打过了 水有凉湖诶 还有菠菜豆腐 还有喇叻 然后一个人50块 222块 今天还是2月22号20 什么啊2022年 又吃饱了 回酒店去了 吃饱饱要散步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走回去的 所以如果没有Buggy的话 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累到死了 做运动 我后面有Hamsubton的 像我的车里面的Hamsubton 像你一样的 下个影片你可以开最新的 也就是D-Max和Honda Civic 1K9 不是我讲要拍就拍的bro 不是说我讲要就要的叻 这些对不对 当然有的话我肯定是拍啦 在2018年就买到Camry 然后驾驶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的驾驶心得啊 Camry是一个很舒服的车 当然越新的Camry 它做得越好 舒服之外呢 新款呢还有handling 是很不错 及其Honda Accord 跟它的话呢 我是会选Camry多一点啦 因为它的质感呢 会比Honda来得好一点 YouTube带来的收入有多少 其实我的收入是公开的 你们可以去Google去找我收入啦 其实一个月是马币两千块左右而已啦 真的做赚不多 一个月的view有五百千到六百千的view 靠YouTube的view来赚钱的话 是真的没有那么好赚的 女朋友那么可爱 几时结婚 哎呀这个人是谁 太可爱了你问的问题 这个 想看Hilux改装冲上云霄 期待你的影片 谢谢爱的人 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啦 当然是我还没有嫁过一个4x4上山啦 很希望是有一天的 可以试驾4x4这样上山 假设疫情已经OK了 有油烟那些也开了 跨国不需要隔离了 你还会考虑回去做导游吗 看情况咯 如果是YouTube这边很忙的不得了 然后业配有很多的话 其实我也不考虑回去做导游了 几时带我飞啊 我要带你飞去哪里啊 飞哪里 飞出国啊 泰国 请问大哥有几份工作 其实正行是哪一行 正行是做我的老公 2014年开始是做导游的 做到2019 2020啦 结果就来一个疫情的话 我就暂时停业啦 停职啦 停职啦 所以我就现在什么都做啦 能够找一点钱就找 我好像很财富自由 其实我没有财富自由 每一个月都在亏钱 什么事情让你开始做YouTuber 其实我以前是当导游大家都说啦 因为就是这个Copy Nighting开始 让我没有团聚带 所以我就想要做我喜欢的类型的影片 看能不能找一点收入 额外收入这样子 结果做一下做一下 今天就30千啊 非常的快啊 不容易 我也没有想到的 不过虽然钱涨不多 但是我很开心 可以试驾很多辆车 可以认识到很多的人 也认识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即使要换Quanti 我觉得我不会换Quanti 可能不会换Quanti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驾JDM车的话 有更加多的人会认识我 对于JDM会有一种情怀 所以我觉得我会考虑JDM车会多 尤其是收牙车啦 再看情况怎么样 可以try一下带观众一起去体验跑车吗 跑车就体验不到啦 可以带你们去体验Go Kart啦 Go Kart比较安全 也没有打算tune你的Camry 没有打算 因为在tune它也是一个NA NA 你要等它想完还能开的 要不然它是不理你啊 哇 冷冷啊 16度的冷气真好啊 好啦去泡水咯 鞋子要乱丢的 知道没有 因为鞋子在酒店是不能这样摆的 你们会不会的 玩水 哇 真的是够亮 OK 所以你就拿一个灯 诶 CY如果放那边的话 它是manage的啊 manag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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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冷啊 很冷啊 很冷啊很冷啊 可以啊 PHAQ 可以一跳一下就出去了 一跳一下就出去了 有一声了 快一 备 下来呢 下来嘛 哈哈 我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endy 攝影師 朋友繼續買這個海底捞 又吃夜宵啦 這幾點了 還要11點了 我們油完了之後就是肚子餓了 海底捞咯 自開鍋有飯 就有一點小零食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做 火鍋 OK 想用啊 這是它的那個發熱飽嗎 對 你先所有東西倒是在一邊 對耶 你看 準備開餐了 來 Handrian生日快樂 Handrian生日快樂 我喜歡 看一下哪一刻 爽魚做 爽魚男生日快樂 爽魚男生日快樂 YO 早安啦各位 其實也時間不早 現在是差不多11點了 就是要我checkout的時候 現在是有點sack 我給你看一下現在的這個風景 一萬五季的馬六甲海峽 很多貨船在外面 看到嗎 這個很好吃 這個 在Mix裡面買的這個零食很好吃 對呀 然後我的Q&A的題目呢 就打得七七八八了 OK啦 最後一個啦 你今年幾歲 這問題問得很好哦 因為今天是2月23號 如果到了明天2月24號的話 今年是26歲 因為我是1996年的嘛 90後啊 也不年輕啦 90後 代入30歲的時候了 其實基本上我的Q&A都打完了的啦 有些題目是重複的 然後我就把它mix在一起回答你們就可以了 嗯 我們就checkout去吃東西啦 Let's go Thank you Thank you 這是我食道的小榴槤 這是小榴槤嗎 小榴槤 這不懂叫什麼松果 潘影 下午2點鐘來沙灘 這是我的員工宿舍 沒有 因為這個酒店是以前我帶團的時候啦 公司很喜歡在這邊住的地方 所以我叫它員工宿舍 旁邊咧 走下來就是可以去沙灘啦 這裡還有一道橋 我看到那邊有小螃蟹哦 很多隻小螃蟹哦 我一走過去它們就在跑 嘿嘿嘿嘿嘿 鑽進去了 其實都是小螃蟹 是裡面的 那種什麼礦物質還是菌類的東西 它們放你嘴巴就突出來就飛一粒了 巴黎筒正在爬著 全部一大堆巴黎筒 咦 它們走咧 比那邊 你看到裡面那些很多那些路線就是 都是它們爬過的很近 你也看裡面小螃蟹哦 Racing Line Racing Line Racing Line 全部在塞跑 所以是第一名 起來了 哎呀 嘿嘿嘿 跑跑跑 你要跑去哪裡 啊 帶你回KL玩啊 嘿嘿嘿 5V King啊 King啊 KING 現在下大雨咯 去哪裡啊 愛德仁 不懂哦 也不是帶我吃東西咩 對吼 明天是你的生日呢 我們現在要去這 Oakland Road的米達蘇 請愛德仁吃日本Buffet 有的時候會看到你的影片下面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爽民留言 通常你會怎樣消化掉這些留言呢 問題問得很好 不要去想這樣懂 當然會看了之後你會心情不好 就是那些人罵你啊 講什麼 你的影片很差啦 收音不好啦 還是怎麼樣 你的拍攝不好啦 你講話很差啦 當然我不可以控制 所有人會喜歡到我嘛 對不對 一定是有人討厭你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 都喜歡你的 看看就好咯 然後不要把它發在心上咯 你可以生氣 你可以生氣那 Maybe五分鐘 然後過後你就當作沒有看到 不喜歡的話 我們YouTuber都可以有權利去刪除留言的嘛 如果他寫得很過分的話 我就刪除咯 不然的話就是 Vlog掉它咯 他以後就不能再留言給我的影片咯 才讓你不會去生氣這樣多 不會去想太咯 要不然你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很辛苦 日本機 這個咯 是我最喜歡吃的 我給你一點那個 OK 吃飽飽 現在就要回家啦 那這一台就是陪著我走著這幾年的小營 OK啦 今年26歲 所以我今年的目標和願望啦 希望我這個頻道能夠越做越好 如果未來這個經濟能力許可的話呢 我的夢想就是要買多一家車 手牙的 所以我是希望把這個Camry留下來 載一下家人啦 大家加油 我也加油 謝謝給我驚喜的朋友 也謝謝我的美女朋友啦 安排我這個生日的行程 還有這麼豐富的晚餐 對今年的26歲也是活得相當的開心 希望每一年會更好啦 謝謝大家收看我這個視頻 也希望通過這個Q&A 讓大家更認識我愛的人 愛的人 那我們下一個POV的影片再見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小鈴鐺 答案 注意 請 I can hear the fuckers on the street